Are you ready? 一起打開 娛樂 生活 流行畫夾子 一同開賣啦 嘿 這是戴艾琳跟黃飛的拍雞模樣 哇 拍雞模樣 我們不知道這次要看的四姐妹 是不是拍雞模樣 我們讓導演王娟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好的 哈囉 大家好 艾咪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王娟 是 OK 好 當然我剛剛一直在搞不清楚 因為故事工廠很多回的那句 然後我進到你們的網頁去 他又一下這個回一下這個回 所以你們到底是第幾回 十七回 哦 十七了嘛 對 十七了 OK 好 那請王娟來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這次我剛剛有跟大家 就是報告了一下演出的名單 然後你們是北中男嘛 北中男 然後好像大體上說 雖然是這個同父同母 但是四姐妹呢 好像這個對 有一些 愛恨情仇 導演來跟大家講 就是這個劇 對 因為其實我常在想啊 就女生身為姐妹 到底是修羅場 還是那個避風港 就是當我們的 有問題的時候 是會找家人討論呢 還是說會被 被拿來那個臨遲或散笑 拍雞尾啊 就是 因為 因為在裡面 戲裡面的 有人呢 就去撿了姐姐的男朋友 當先生啊 所以 他們兩個 哦 那 所以裡面就很難受啊 就是當然 相見兩恨啊 是啊 對 然後就無法原諒 可是在 到底要不要 就是 因為這件事情到底會不會影響到姐妹的感情 當然會啊 這講什麼 還能不能 你看怎麼覺得 所以 要不要化解 OK 要不要繼續 要不要繼續下去 因為切不斷 你即使在法律上說 我不要跟你當姐妹 怎麼可能 不可能 那個血緣 而且你的 就是你的情緒 對 你嘴巴說 我不理你了 但是我不相信你不受影響 不可能 對 然後你不可能 比方說他真的遇到了狀況 我們是不是還會出手去救他 沒錯 對不對 所以你說是不是又愛又恨 對 所以這次姐妹就在討論姐妹中間有一些 這實在是很 家長離短 但是你知道 裡面勾得很深的原生家庭的問題 是 其實真的 我們現在都知道就是說 事實上當然原生家庭是你不能選擇的 對 那就你出生的第一個家庭 原生家庭 那什麼樣的父母 什麼樣的手足 這都是你不能選擇的 那 但是 不是說姐妹就一定會 感情好 或是個性一樣 對 不一定相親相愛 對 重點就是這樣 就是每一個人都還是獨立的個體 是 也不是說 也不是說 我必須講也不是說父母就一定會疼愛小孩 沒錯 也有那種對小孩一點feel都沒有的 而且父母的愛其實是不平衡的 對 我特別喜歡跟誰有緣 一定有偏心 對 就是這個偏心造成了這四姐妹的 因為父母的愛的不平衡造成他們之間的一些 愛恨情仇 OK 好 真的這些的大齡女子們 他們遇到的家庭危機 然後看看誰可以最後在親情的腥風血雨裡面 全身而退 哇 這些人應該演起來也很過癮 因為很多話 很多話 在生活中不好講 在舞台上跟你講 我就是要講 因為很多話 其實就是心裡面的OS圈圈叉叉叉叉叉 但是舞台上就是一股腦的 對 而且我覺得這批大齡演員 就是說這些大齡姐姐們 就這些演員正直表演純熟的時候 如果正好有一個像這個戲給他們發揮 他們口袋裡的那幾把小刀 沒有逼出來用 對 太可惜 這要把他們逼出來用給觀眾享受 當然這個王娟導演 因為你自己就是也是演員嘛 所以你更知道說怎麼去引導他們在這個劇裡面 把他們的那個潛能跟能量 激發出來 我基本上可以看到他們 你又是女性 沒有被發揮的 他們很想要發光的那幾面 所以我會用說這個我看過了 這個我看過 你可不可以拿絕招 對不對 就是要逼他拿出他的絕招 放大絕招 這才會好看 不然請他們來幹嘛 太可惜了 哇 對不對 太容易過關 沒有這道菜 OK OK 有的時候就是導演本身演員出身的 除了他就是會倒整個的這個走位啊 或什麼 但他對演員的這個要求 要求跟心理狀態 他也清楚得很 對演員來說是一種磨練 凌遲 一定要扒他的皮 好 這次呢 我再說一遍 演員有包含丁寧 然後呢 范瑞君跟鄭嘉瑜 是共演一個角色 那因為范瑞君 她是負責台南場次 那其他的包括在台北的 台灣戲曲中心 已經 因為已經開幕了嘛 就是那個新的 有有有有 有共玩 有那個豆腐 有什麼的那個 那家 台葉豆腐的 對 豬血糕的 對 還有豬血糕 對 然後還有台中國家歌劇院 對 然後跟這個桃園 是鄭嘉瑜 那台南文化中心呢 是這個范瑞君 是 但其他的角色還有 包括 阿嬌 謝文綺 還有蔡燦德 溫真林跟蕭東毅 是 OK 那請大家呢 你們可以洽這個 Tex Fund 售票系統 或是呢7-11 都可以買票 OK 那如果有這個企業包廠 團體購票的話 就直接洽故事工廠就可以 是 OK好 那導演 因為你在 你們排練多久 就是這些人 整在一起多久 對 你有對他們有特別的 別種的 就是個別訓練嗎 有的有的 你還是有嗎 你要求也太高了 他們已經都是專業演員了 你還是把他們集合起來 均訓一段 對 除了五本之外 我覺得台灣演員的聲音表情 我覺得 還是不行 需要再訓練 包括口齒 所以呢 明白明白 我覺得他們比較多 像是電視演員啦 是不是 所以在那個 在舞台的 在舞台的能量上面 還不太夠 語言的能量上 是不足的 所以我有邀請他們去參加一個聲音課 然後一起 就是分批上 但他們很有趣是 自己就形成了家族的組合 誰是老大 自己就分派了 我覺得這就已經在建構了那個家人的關係 所以我們已經在做功課了 所以聽到朋友真的沒有那麼容易喔 這些演員他們要加入這樣子的一個劇喔 就是他的那個投入 然後他們要再上課 他不是說我就這樣來了 不行 對 而且舞台這種東西 他真的就是在台上就是見真章 而且每一次 每一出每一個晚上都是一次性的 每一天也都不一樣的 所以歡迎大家可以上網購票 北中南都有喔 他們從這個八月開始對不對 八月 八月開始就巡迴 是的 OK好 我們現在來聽的歌曲是 旺福的 雞模樣 Are you ready? 一起打開 娛樂 生活 流行畫夾子 一同開麥啦 現在時間來到4點35分 這裡是一同開麥啦 我是Amy李明依 我們今天呢 在節目的現場 為大家訪問的是 四姐妹的導演 王娟 老師 也是導演 當然呢本身也是這個 拿獎的女演員 所以呢的確在這個 演員的戲的要求上面 再加上你又是女性 就會更希望他們能夠給予不同的方式 或是面向出來 對 而且要他們很有安全感的方式展開 我常常覺得 就是 因為我知道演員的表演什麼時候會開花 因為以我自己的經驗 所以要耐心等待 所以當我換一個視角去看演員的時候 我就會願意等待 他的那個表演的花會自動綻放 我覺得這是最美的 因為要給足夠的時間跟信任 包括他們對我的信任 我覺得這個 這樣子才會創造台上觀眾的享受 是 台上的美好 觀眾才能收到 你會感受到那個舞台上面的這個劇 他整個就是說 即便他們的戲劇是有張力 可是你會感覺到是很流暢 對 因為大家彼此就是真的 要讓大家感受到那個像是一個 一家人一樣 然後下面的觀眾是要欣賞 然後有一個反思 不是說台上的人在這個 台上演台上的 然後台下睡台下 台下睡台下的不會 對 而且我常常也在想說 表演如果都做得100%滿的話 其實觀眾反而沒有機會join 沒有機會投入 所以怎麼樣保持一個 適當的距離 讓表演是要有空間餘域 了解 讓觀眾可以join這件事情 就說OK 如果我是那個演員 我在上面我就這樣嘶吼演完了 對 然後大家看完就一片空 對 因為他們根本沒有時間跟空間 去思考 或是說跟你配合 好老師我如此可笑 你好棒啊 你好棒啊 完全翻譯的好清楚 因為有時候我們常常看到台上 身世歷節之後 動動動動 觀眾其實尷尬的 觀眾沒有同感 對 然後你反而是收著 有些部分是節制的表演 是 然後觀眾就會說怎麼了 他才可以投意他對這件事情 他可以跟著你進入 這樣子 是的 好我們其實剛剛在這個 一邊在聽歌廣告的時候 導演還問我說 你不演了嗎 各位聽眾 我跟你講我從這個幾十年前 就是剛出道的時候第一齣舞台劇 就被嚇到了 唉呦 這個是創傷 真是 當時我可是女偶像 對 我要為那個創傷 為替你製造創傷的說聲對不起 因為其實劇場沒有那麼恐怖 是嗎是不是 沒有那麼 劇場其實是非常有 可以創造安全感的地方 而且劇場應該是 加入劇場應該是 讓所有的人在裡面 就是演得很過癮 然後自我的update 對不對 沒錯沒錯 然後又從裡面跟彼此 又學習到什麼樣子的一種 人際的關係也好 或是碰撞 但是一切必須講 一切要在很有安全感 就是你相信這個人 不是要傷害你的前提之下 進行嗎 不管排練的時候或幹嘛 因為劇場是蠻赤裸裸血淋淋的 我們給的所有的情感 都是那麼的真切 那麼的赤裸 怎麼可能沒有安全感 我就是還沒有安全感 不是啊 我完全被 我完全就是 Anyway 那個過程是很糟糕的 然後呢 完全就是有這個受虐的感覺 然後就覺得 然後我們又年輕 所以我們又不懂 就不知道怎麼樣 所以其實對我來說 是一個很不好的經驗 我覺得還有一個是導演 不應該是所謂的權威中心 他應該是一個引導 對 然後縱觀全局的一個人 不行啦 偏偏那個導演 看起來就像是一個 權威者 然後對 是一個壞蛋 不是 我們在這裡 他們會去Google你的那個 不會啦 沒關係 那導演知道我很討厭他 我從來也不會 我從來也不會 因為就是就不講 但是還好啦 感謝主就是 我跟你講老師 我必須講說 因為我其實在很多年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因為我的信仰 他不管是對於我原生家庭 或是我在圈子裡面 或是我整個成長 受到的一些傷害 其實我是有被修復的 哇真好 所以我現在可以跟你就是 這樣子聊 然後我當然可以調侃說 當然那個導演 我還是不願意跟他做朋友 但是 但是所以我也可以了解到 就是導演所說的那個 因為我畢竟是一個 愛演戲的人 是 所以我會理解說 在舞台上是怎樣 因為我是一個愛看戲的人 對 所以我是懂的 因為我有被修復 所以是OK的 所以聽眾朋友 你們不要覺得我在那個 背後說人家壞話 我當面也是說 好了 回到這個故事工廠第17回 四姐妹 那導演所以 其實這個劇是你找要導的 還是說他們要這個劇 然後找你導 因為這又是兩回事 對 是我自己想做的 你就是想做這個劇 對 因為我想 因為我一直關心女性的議題 因為我覺得 這個地球最起碼一半是女生 那這一半女生把自己 我們把它搞定了之後 搞清楚了之後 其實世界就穩定了 所以但是女生的問題 其實真的比較複雜 女性的問題 其實真的複雜的許多 然後很多優微的情感 其實她不一定會表達出來 可是她都在 當然 特別是家人 然後家人又是一個 社會的最基礎的單位 我的天啊 那好幾個姐妹 我現在頭都痛 所以有的時候 就要耐心的等待 然後慢慢抽絲剝繭的陪伴她 走過一些過程吧 然後到底這些父母過世之後 這些兄弟姐妹是資產還是負債 是 經營了當然就是資產 沒有經營她可能是負債 還會破產 是 所以這是我 我在戲裡面就會希望 能夠表達一個 就是說即使破破爛爛 也沒有關係 我們還是可以當家人 繼續走下去 所以最後扶持的還是這些人 真正最後伸手幫助我們的 陪伴我們的 記得我們的青春美貌的樣子 就是他們 沒有別人 同學只記得某個階段 是 可是我的家人呢 真的耶 是不是他記得我小時候 那個蠢樣子 可愛的樣子 流口水的樣子 而且同學只有某一個階段 並且是外面嘛 是的 就是說只有你的家人 他看到的是絕大部分真實的你 在家裡的樣貌 那也是絕大部分的時間 都在家裡 共同的度過一些事情 也許每一個人的感受 是不一樣的 而且是最青春的時光 因為我們長大念書 才離家嘛 可是之前都是跟他們在一起的 是啊 然後睡在一起啊 玩在一起打鬧在一起 吵架在一起 怎麼能夠不好 怎麼會有一天 大家突然間都不來往了 像陌生人 你不覺得這個很荒謬嗎 但是倒是可以 因為這個荒謬 我們回頭去看看 這是我想做的事情 到底現今的社會 對我們的家庭做了什麼 啊不是 好啦 老師歡迎大家進劇場 那他們是在這個八月開始巡迴 但大家現在就可以買票了 那這一次呢 他們的這個劇 四姐妹呢 我剛剛講了 我再講一遍哦 他們會在這個 台灣戲曲中心大表演廳 是八月十九二十二十一五六日 那六日現在大部分的這個舞台劇呢 他們都是在下午會有下午場 方便大家就是 如果是有比較小的小孩子 或者就是方便大家交通 比較方便 那在這個台中國家歌劇院的話 是十月一號 禮拜六 也是下午跟晚上 那再來呢 高雄是十月二九三十六日 各一場 然後台南是十一月十二 然後桃園的展演中心是明年的一月七號 所以呢 等於從八月開始一路整個台灣這樣子巡迴 請大家就近 你就可以就近 你可以在Tixfam 售票系統 或是7-11買票 或者你上網搜尋 故事工廠四姐妹都行 因為他們這裡面有真正的姐妹 還有套票 就兩個姐妹 三個姐妹 四個姐妹 是有不同的折扣 哈哈哈哈哈哈 哇 現在淚什麼很紅 是不是很紅嗎 對啊 淚姐妹 只要你能夠 淚閨蜜 證明你搞一些照片 我們一定要在一起 比姐妹還親好也可以 對不對 好啦 謝謝導演 謝謝導演 請大家進劇場支持四姐妹 那希望能夠帶給大家 有一個不一樣的思考 或是呢 也有一些這個不一樣的感受 好 我們聽到的是林俊傑 將故事寫成我們